也是一個違法的問題 國民黨的新竹縣議員陳德牧 今年5月因為涉及會選被判當選無效 由同黨籍的范振隆地補 但是宣布的隔天 范振隆也被抓到用現金行賄 定員也判定他的地補當選無效 帶您來聽稍早的訪問 解除當事人的職權 並依法辦理地補的程序 原本今年5月范振隆要地補當選 但是定員調查出他用現金買票 判處緩刑5年 取得公權4年 全案可以再上訴 而新竹縣也將舉行議員的地補作業 議會說可能會由同黨籍的候選人來地補 但是要等到年底才會揭曉 哈囉 我是李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